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大话西游三剧组 让我们欢迎出品人吕建明 主演韩庚 唐烟 吴静 谢南 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可谓是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 这次刘振伟导演带来的大话西游三 延续了前两部的剧情 片中明星云集十分的令人期待 韩庚曾经出演过《万物生长》 《智取威虎山》等不少具有社会影响的电影 大话西游三剧组来了 首先要问一下韩庚 至尊宝这个角色会不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其实我在接这部戏的时候 我的压力就挺大 对 因为这个大家无意义上就会比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 我也是一个大话迷 我不想把这个角色给失去这样的机会 我想把握住这个机会 真的是想去完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梦想 那我希望在这个大话西游三里面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至尊宝 没问题啊 还是要问一下唐烟 因为无数的中国的少年 紫霞仙子一定是初恋了 这次要试验新一代少年们的初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因为确实紫霞仙子也是我心中的女生 然后我也一直都很崇拜 所以我想我这一次会将压力成为动力 尽可能就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带给大家 吴静呢 这次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我饰演的是就跟孙悟空斗法的观音姐姐 但是是一个很俏皮的观音姐姐 法力无边 这男怎么样 有没有把这个在家打吴静 不是 跟吴静学习的这个打斗的这些动作 用到影片里面 倒是第一次来演打戏 因为我演的是铁扇公主 就是从前的小甜甜 对 所以大家看吧 我应该打得还可以 真的吗 对 非常期待啊 再次的谢谢大话西游三剧组 今天来到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谢谢你们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影片寄居者剧组 他们是灯塔电影公司总裁 intersect一些电影公司 国际电影并 calibration 公司总裁